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照不住 平常在實習課的時候 在做機械加工秉級或移級的時候 常常遇到許多的問題 例如說機械加工秉級306 它的原鐵需要洗消 那洗消它一定需要利用V型枕 或者是自製家具 但是如果我要洗消比較小的工件 例如這一支我就無法加持了 對,那無法加持就無法去洗消 非常麻煩,很困難 第二,在做移級的時候 有一件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那我需要去找平心塊 工廠很多平心塊 找來找去 還都不一定是通膏 有可能是這樣子 對,因為很多同學需要使用 很麻煩 所以我們與老師討論 那利用我三年所學的 研發這一組 研發這一組 造得住 就是我們的潛口罩 那潛口罩有什麼功用呢 第一,我如果要夾持圓棒 這是一支圓棒 我利用這樣子去夾持它 那夾持它之後 洗刀可以直接洗消平面 端洗刀也可以直接洗消垂直路 那能夾這樣子 當然我也可以這樣子夾 下去洗消 下去加工 就好比說 我這一支車完了 我要夾持 那我要修一個面 的意思是一樣 第二 我如果要效垂直路的時候 我不需要利用腳趾 我直接靠在 這個凹槽地方 就可以直接洗消 不需要利用腳趾 來校正或者是量表 對 第三 如果我的平行塊 我的弓箭不夠高 我可以利用 這是PIN PIN 然後這個孔 插進去孔裡面 兩支PIN放進去裡面之後 直接把弓箭放上來 這就可以直接去洗消 那個每個孔的地方 每個孔的位置高度都不一樣 第四 我是一個模具選手 那我要細削的角度 比如說30度 45度 或是任何角度 那一般常用的30度跟45度 我們這裡有做PIN孔 直接轉上來 插下去 就可以洗消 那如果特殊角度 這裡也有刻度 刻度 直接 放上來 用螺絲與螺絲母 這裡有一些角度 那 角度放好 直接鎖進去 就可以直接去洗消 第五 如果我們的 弓箭 並不是 15公分 那 而是 20公分 30公分 我們可以利用 加長桿的原理 那 我們會套住 圓棒 套巢圓棒 套巢 那鎖緊 加強它的 強度 那 一樣 你可以使用它 對 那這就是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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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